那當然薩滿跟我們沒有任何任何關係 會拿來用是因為我覺得他很神秘啦 譬如說他可以跟天溝通 像方毅老師這種現代舞的這種佼佼者 你有時候會覺得說 啊你這是怎麼跳出來的 我壓根的相信 我覺得連他自己都不清楚 所以我會覺得這些人是天生 天生的溝通者 所以他問我說那如果你是天生就是要來跳舞的 那你覺得你會怎麼跳 這問題考倒我了真的考倒我 我就想說我怎麼跳 我覺得我會像一棵樹一樣 從土裡面慢慢的轉慢慢的轉 所以我就讓我的腳從土地裡面慢慢轉 轉到變在天上投在地上 對我覺得我天生就是來做這件事的 那牧師是一個很重要的裡面的角色 我們如何把它形象化 當然你看嘛我們告別式或者是 什麼大家都是講好話嘛 這個人就是出來做這件事 就是啊我認識了這個人多麼的偉大 做過什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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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可是這些東西是你切割不了的 你畏懼的就是你越多你越畏懼 你越想要 他應該就是這個藝術家心裡面的恐懼 就是他的恐懼 我有想過如果我到七十歲八十歲 萬一身體不能自己的時候 我其實會恐懼啊 會會是這個東西我會恐懼 假設我現在都沒有辦法再站起來好了 我想我應該還是會有方法讓自己去找到屬於跳舞的感覺 你好像讓自己在跳舞 好像你可以看見自己在跳舞 然後還有一個靈魂在晃動的感覺 如果還有這些意識在我就覺得 滿好的啦 滿好的 compliant 考慎 Exam5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